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咋不咋吗 国内现在炸的这事情是不是这儿放一泡那儿想一泡 也就是说大家不是放麻雷的 帮一下完了 完了 不 他连着就一想接一想 一想接一想 而这一想一想 他透露出来的是老百姓的冤情 他透露出来的今天是普通老百姓 咱生活上太难了 难道我去拿命去讨回我的尊严 就像刚刚炸了这个姓钱的哥们说的 为了我们下一代 我们得行动 五十多岁的人不活了 为了下一代能够讨回公平 用我当父亲 一个男人的五十多岁的身体 跟你拼了 制造响动 网上有条消息 表面看起来跟着咱们节目不搭嘎 但是我看过之后 我觉得太有关系了 BBC这么棒了 题目是这么说的 总统专车也需留下买路钱 日前美国总统奥巴马到英国去访问 那在期间他自然会在伦敦溜达 在伦敦溜达的时候 你就得留下买路钱 伦敦交通当局现在已经给美国政府提送了 总统访问期间的交通拥挤费用的账单 听明白了 美国总统到英国去访问 那车往那一开 你得交费 因为伦敦交通太拥挤 地方有的规矩 文章里提到美国大使馆已经发表声明说 他们一贯遵守英国的法律 遇上超速行驶或者伪装停车等之类的罚单 从来都是及时交纳的 而大使馆接着讲说 根据他们的理解 伦敦从2003年开始征收的交通拥挤费 是属于直接税 那根据外交使团1960年所签订的维也纳公约条款 所以作为外交使团来讲 不应该征此类税 但是英国伦敦的市长是这么说的 我现在收的这个费 拥挤费 不是税收 是服务收费 这就叫法律 这就叫一个公平的社会 美国政府 美国大使馆可以引述相关法律 而当地的伦敦市长可以解释我为什么收这个税 如果两个方面弄不好的话 可以到法院去 这叫法律 这叫人的尊严 这叫人权 前明旗这件事情呢 截至到我们做节目的时候 中共还没把它说成是恐怖分子 应该这么说了 因为它炸的是中共的所谓的政府部门嘛 那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呢 驻上海的记者写了一篇评论 是这么讲的 前明旗被沉默的声音 文章上来提到说 前明旗开通了微博 用微博维权 他而且直接关注了向拆迁 关注了全国的两会 关注了其间当地的官员的表态 他参与话题讨论 以引起关注 他向记者求救 向这个律师咨询 和官方说话 甚至公布自己的手机 但是什么都没用 他绝望写了364篇微博 第365天 帮炸了 那文章上来提到说 前明旗50多岁 他想发出声音 根本不会是电脑的他 透过微博建立自己的微博网站 然后希望大家伙围观 结果没人理他 围观改变不了他的命运 那很多人都上他的微博网站去看 发觉前明旗 在他的微博登的照片 是一张他在天安门广场的一张照片 南方都市报记者叶彪 在第一时间赶到他们家 发现前明旗在自己的家里客厅上 把这张照片 他在天安门广场这张照片 放大一米多大 然后写上上访之路 到天安门 到共产党的地方去上访 就是鬼门之路 而北京律师王令发现 前明旗不但关注他 而且曾经在微博上给他发信息 希望求得帮助 但是王令很遗憾的说 他忏悔痛心惭愧很惋惜 他没有关注到前明旗向他求救的信息 而评论家孝鼠说 前明旗曾经关注了249人 而孝鼠本人也是其中一位 但是他非常的惭愧 他也没有关注到前明旗 南方都市报记者叶彪 赶到江西有了禁令 报社不能用自己记者写采访报道 作为公民报道的尝试 那叶彪把采访到的有关前明旗的故事的细节 发到了自己个人的微博上 1995年他遭遇了第一次强拆 强拆之后政府给他换了一个地方 所以在这个背景之下 他建了一个五层的小楼 楼房干好之后 前明旗个人认为 他可以和妻子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 过上安稳的日子 文章提到说2002年他再次被强拆 这次被强拆之后 每平米只赔给他360元 前明旗又接受了 他为什么后来反了呢 是因为当他了了之后 他后来发现当时征地说 要建造京福高速 但是至今那块地方依然是荒的 也就是讲说 明义是征地造路 实际根本没造 但是把他们家房子拆了 从而引起了前明旗的不满 前明旗认为自己被骗了 而真正走上上访之路的 包括前明旗在内 一共有八户人家 他们曾经透过法院 起诉了当地的临川区政府 但是在这个背景之下 都被当地的地方法院 中级法院给驳回了 他没有任何机会 本来他的生活是可以生活下去的 但是这样的人已经不活了 他在精神和人的尊严上有要求 所以以死来维护自己的尊严 这是今天大陆普通的中国人 真正表现出来的心态 这就是中共最怕的 你以为造反都是最穷的 不是 这个造反的人 是曾经在中共的大锅里捞着 可以吃上肉的人 今天也反了 就在前明旗这件事情的过程当中 其实内蒙另外一件事情也反了 而内蒙出的事情 跟前云惠的案子极其类似 而他激起来的事情 就是我曾经说过的 手榴弹炸锅坑 激起公愤 文章题目这么说的 北京加大筹码 镇压内蒙古的示威活动 文章提到说 内蒙古当局至少抓捕了 40多名参与示威的普通老百姓 并勒令关闭当地的高等学校 军队已经对部分地区实行戒严 呼和浩特的所有高等院校 都受到警察的监督 大赦国际上周六 就中国内蒙地区蒙古族民众 连日来的示威抗议活动 发表公告 呼吁中共当局保持克制 而这件事情本身是 本月10号 内蒙古牧民末日根 为了保护草原的牧场 而被春城集团的大型拉煤卡车压死 从而引发了当地老百姓的公愤 事后当局虽然抓捕了两名肇事司机 但是民众被挤压多年的怨恨 终于爆发出来 那普通的牧民自发来到 地方政府门前示威 抗议当局只顾及经济利益 而漠视环境和当地牧民的利益 生生世世生活的普通的牧民 多年来的积怨 因为这件事情而引发起来 其实跟我们说的那姓钱的家里 被强拆的故事 有极其类似的 表面上是这样的理由 表面上是那样的理由 真正的理由 就是中国人在大陆 今天不被党 党的官员当成人看 而很多人呢 当自己的职位上升之后呢 牛脸他就成了 按照咱北京老太那话 王八糕子 党的王八糕子 欺负咱老百姓 这是最恐怖 最可恶的党的体制 所塑造的结果 大家知道 就在艾薇薇被抓捕之前 有很多维权律师被中共失踪了 包括滕彪 被失踪完之后放出来 全都不出声 到今天现在不出声 结果 就在我们做节目的时候 有一位女的律师 维权律师 李天天出声了 所以给我感觉有点阴阳反背的感觉 今天女的律师 女的维权人士 在某种程度上 在大陆 要胜过男人 BBC这么报道 李天天说 关在没有窗户的房间里 我都要疯了 文章提到说 李天天被失踪之后 他整日的被关在一个没有窗户的房间里 不让出来 连阳光都看不到 他说我都要疯了 我对那些关押者说 我要砸东西 我宁愿你们打我 但是他们对我又不打 又不骂 就是不理我 给我一个人关起来 李天天讲说 这些关押他的人 24小时有人看着 每班三个人 每12小时换一班 他在这样的房间里 被关押了三个月 只有几次机会 从这个没有窗户的房间里出来 是被警察提去 录彼宫 李天天被释放之后 从上海被遣送到新疆 他说三个月以来的经历对他的心理打击非常大 他说我现在见到警察就好像见到老虎和狮子一样感到恐惧 听懂了 我相信腾彪相信很多曾经被失踪的人 可能就这么被对待 我想说是不是腾彪也有这种感觉 所以不敢出声了 是不是所有被失踪的人都有这种感受和经历 所以不敢出声了 这叫不叫酷刑 这叫不叫虐待 这道理非常简单 而这是普通的每一个中国人 你一旦向中共说不的时候 你将面临的这东西 所以今天共产党体制下本身的国家就不是个国家 是个地狱 是个鬼魔 没错吧 在这个背景之下 反过来应第一篇文章 美国总统奥巴马的车到伦敦去 他得交服务税 他得交钱 得留下买路钱 爱国者们 其实换个角度上说 有点缺心眼罢 真正的人是应该有尊严 那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